一个男人尤其是30岁了 如果说你想发达事业有成 一定要远离克制你的女人 宁可单身 不然你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那什么才是克制你的女人呢 第一他说话非常难听 甚至有点歹毒 动作就骂你还经常挑你的毛病 把你收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送人都没人要 第三说你浑身上下没有一个优点 全是缺点 没有一处能够看你顺你的地方 一次情商很低 把最坏的脾气和最狠毒的一面 全部都留给了你 自己做错了也从来不承认 它都是你的责任 只会从你的身上去找问题 第五在你的朋友和你的亲戚面前 说你的各种不好 说你的坏话 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把你所有不好的事情 通通讲给别人听 甚至还清由加醋 你身边也没有这样的女人 可以在批论区里面告诉我一下 也让那些不懂事的小年轻 看一看什么才是成年人肮脏 臥臭的事件 我每次开直播总是有人问我感情上的事情 我又不是情感主播 我总觉得在感情的事件里面出不来的难的脑子是有大坑的 千万不要让三观不合的女人影响你的财运 因为人生只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才叫机遇 机遇往往比才干更重要 事业和女人 我毫不犹豫地去选择事业 人生 如果说遇到了好的机遇往往几年的时间 就能够完成你一生当中历史性的转型 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机遇是非常少的 当机遇来临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放过这个机遇 这对一个人乃至是一个国家来说 也是如此 这人生它就是一个机会加另外一个机会 不断地去叠加到一块 它就成为了机遇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机会确实是比能力更重要 有能力的人很多 但是有机会的人很少 机会比能力重要 所以不要在感情的世界上去纠缠不清 都2023年了 搞钱要紧 你说呢